教育局宣布不早於4月20日分批復課 學生仍需停課兩個月 在過往一個月,我們十分欣賞家長在家照顧教導小朋友 由家長分享雖然網上有很多學習資源 但在協助小朋友獲取資源的過程有如Homeschooling 特別對於在職家長壓力其大 再維持多兩個月,實在不勝負荷 家長的壓力實在不用忽視,有見及此 NPHK惡系班推出新一輪網上教學科案 不僅注重學生學習進程 更希望在運作上能夠舒緩家長的壓力 家長不用親自操作Google Classroom平台去監督小朋友學習 只需要安排家中的一位照顧者使用WhatsApp接收連結 安頓學生在家中一個安靜的角落 一職就可以上課了 新一輪網上教學科案更加照顧到學生的社交需要 在漫長的停課時間當中 相信社交時間是學生最需要的養分之一 在2月,我們已經成功運用Zoom進行視像小組課 見到小朋友進入Zoom會議室後 第一時間互相打招呼 場面十分溫馨 可見學生十分向往樂器班的團體學習氣氛 今天大家更珍惜上課機會特別專心 新一輪網上教學科案可以做到一邊學樂器 一邊與同學見面 一邊專心學習 比起自己對著電腦玩網上遊戲健康得多 新一輪網上教學科案的Zoom視像集體班運作十分減變 既可以保持樂器班氣氛 亦附加網上學習的優點 我們會日定不多於十名學生於指定時間進入Zoom會議室 在場導師會先點名、打招呼、準備樂器書本 然後一起跟著預錄的教學影片學習 預錄影片高階像 經導師精心編排和後期展輯 有效展示演奏技術 學生一起在會議室觀賞 一起跟著指示練習 能夠互相觀摩、建立樂器班應有的氣氛 而在場導師亦會照顧每一位學生是否跟得上 如果有學生缺席 你都會跟家長報告 換句話說 監察學生上課表現的責任就交給在場導師 而且上課過程會被錄影 學生的表現會有紀錄 在職家長放工放假 亦不再需要幫同學播片 而有興趣了解更多的家長 還可以登入Google Classroom裡 重溫預錄的教學影片 我們相信這個安排可以符合不同家庭的處境 課堂全程時間約1小時15分鐘 在這段時間 學生精神高度集中 可以社交、學習又富有趣味 與停課期間特別珍貴 千萬不要錯過呀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